嗨大家 歡迎來到紐約的第一個VLOG 其實已經回來今天第一天 三四天了吧 但是我是三四天都在大亂睡 然後今天是一個禮拜天 昨天剛好是Daylight Saving結束還是開始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調時間的那一天 今天要跟律師去吃那個brunch 然後我跟他約1點 我就早上很悠閒的起來 我還自己在那邊吃早餐什麼什麼的 然後發現我的手機是11點 然後我的電腦是12點 但是我們約1點 所以照理來說我睡覺班就要出發 不然我會大來不及這樣子 我本來想說我要慢慢洗澡 要幹嘛幹嘛的 結果呢我就問他說現在到底是幾點 然後他說12點啦 我說那完了我會遲到 Anyway就是一個很愜意的早晨 就被我弄得很趕 然後我本來以為我三月回來應該會很溫暖的 但是前幾天確實是有比較溫暖 前幾天紐約要到20幾度啊10幾度 結果今天我終於要出門了 今天幾度零下一度 跟我離開前沒有什麼兩樣 一個月沒有那個出現在鏡頭上感覺怎麼樣 我放了你一個月的假 好大啊 怎麼還是這麼帥啊 蛤 沒有 我們來吃一個很像中東的brunch 然後他就點了一個這個 你看阿拉丁裡面會喝的茶 他只要尷尬他就會用笑臉色 他其實以前在笑的時候都是他很尷尬的 你看你攝影機一直對著他 他就會 他就會笑個 好冷 拿出來就是說一句好冷 我好像每個blog都在說很冷 今天是我金髮的最後一天 我等一下去他家染頭髮 所以我們就決定就是在我最後一天 要用我的金髮 跟紐約拍一些留戀的照片 留戀就是留戀 我本來想說上禮拜的氣功 今天出來拍照可以穿好看一點 沒有 沒有喔 我今天還是以那種 以維生為目標穿搭 一個月不見你們倒是看起來過得很好嘛 蛤 那我還需要把你們接回家嗎 還給我發新葉 我們到律師家了 我來考慮要不要現在就把頭髮染回來 然後一定有人覺得說 為什麼要這麼快染回來 因為他其實黑髮已經長出來了 然後很受不了布丁頭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麼近的頭髮 一旦黑髮長出來 質感就會結結落 就會一直掉一直掉 然後其實我當初本來就是拍了那個照 就當晚上馬上染回來 所以這其實已經比我預期的晚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染完這個頭髮之後 頭皮變超乾 然後加上現在回到紐約 我的頭皮屑就是直接就是跟下大雪一樣 每天在落 我覺得那就剛才染回來 然後把頭皮一養回 就是我健康的狀況好了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現在一波就是直接大下雪 但是就是還是有點捨不得 你是不是覺得很好看 對啊 好看喔 太快了 然後我買的是這個 而且他其實是那種白髮染髮霜 但是我頭髮這麼白 其實根本也跟白髮沒有什麼差別了吧 所以我就覺得 沒差 好吧 再染黑之前再給大家看一下 我是用金髮的樣子 笑屁啊 你是不是覺得我對鏡頭自言之語很奇怪 你才是每個禮拜在開直播的人 我沒有開直播 為什麼要騙人 還有一個很主要原因 為什麼要今天就染回來 是因為 我下個禮拜 就是明天或是後天要去辦我的那個 紐約的ID 然後那個ID辦下來都是好幾年的事情 可是我原本的ID 下個月要過幾了 所以我也是非辦不可 那我不想要ID上面的照片是金髮 因為這邊辦ID就是他直接 叫你到前面說 欸拍 現在就拍 就是當現場的快拍 所以我不想要我的ID上面是金髮 所以就是要趕快把它染回來 好了沒 準備好了沒 為什麼染頭髮要戴老花顏色 不然我看不到 不然我看不到你的頭髮 Q&Q Q&Q 中�過5分鐘就已經黑掉了 真的是好感傷喔 好啦我又變回黑髮了 你覺得怎麼樣 好看啊 正常 就是之前那個 就是之前 之前又回來 好啦還是蠻熟悉的 看起來是蠻舒服的 就這樣囉 金髮的face就兩個禮拜不到 好 嗨大家 我們今天要去一個 大家都很討厭去的地方 就是DMV 今天要去換我的駕照 為什麼已經搬來這麼多個月 才要換駕照呢 是因為我之前就是很懶 不想要換 因為我之前坐在波士頓嘛 我的駕照是 馬州的駕照 然後它其實有效期限 就是到今年 就是下個月而已 所以我現在就是 離不得已我再去做這件事情 住在美國人 沒有事應該不會想要 跑DMV 然後這件事情我就算 今天決定要去 我也覺得 不一定有把握能夠辦到 而且 我之前有說過 在美國一天就只能做一件事情 那我今天就是 只有要做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成功 然後我的計畫呢 是拿我的馬州駕照去換 那如果不能換的話 我應該就是直接辦 你會做ID吧 反正我在這邊 目前也沒有開車的需求 給你個tips 如果你今天是來 美國留學的留學生 或是你第一次要去辦駕照 不管你有沒有把握 今天可以辦到這件事情 就是麻煩你 就是大打扮一番 濃妝厭抹 抓頭髮啊 就是夾頭髮幹嘛幹嘛的 因為他們的照片 是當下用那個快拍機 很糟糕的快拍機 幫你拍下來 然後就會在你的照片上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變成很像是罪犯 或是靈檢被抓的那種照片的話 就麻煩你 不管你覺得你今天能不能辦下來 都好好打扮自己好嗎 不要拿到駕照之後 才在為了當天沒有打扮而後悔 好 我們出發 我辦完了 結果今天意外的很順利 我覺得紐約的人 果然比較有效率 就是這邊DMV 很知道自己在幹嘛 進去到處來 只要辦個小事 然後這邊有一家Blue Bottle 就是我之前不是說 我做完一件事情 就會來喝一杯咖啡 可以考上一下自己 然後這天氣超好的 給大家看一下 但他們把我舊的麻州駕照收走了 然後我剛才就是發現他們的收走 特別去問 然後他們說對他們會收走 結果我沒有拍到那個 我上一張駕照的照片 很可惜 因為之前我記得 從德州換麻州的時候 他們是幫我德州駕照撿一個腳 然後還讓我們繼續用 繼續帶在身上 但是他們就直接收走 好餓喔 決定去K town吃飯 好餓喔 好餓喔 嗨各位 沒錯一個禮拜又過去了 今天是禮拜六 我們今天又要跟馬克去吃brunch了 我現在頭髮看起來 跟漂之前 差不了多少對不對 但是 我真的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每次不要輕易 嘗試 漂頭髮這件事情 因為你之後 染回來頭髮會超級難造型 它基本上就是 已經完全被破壞掉了 我現在基本上就是一個 掃肘頭 用了髮質本來 就比較粗比較硬 然後現在就是 它整個被破壞 然後再染回來之後呢 直到不行 非常難造型 我現在看起來 跟之前差不多 但是 我現在需要做的功夫 大概比之前的時間 要多兩倍以上 才可以變成這樣子 我每天早上起來 真的就是 怒髮衝冠 跟瘋子一樣 就覺得你要付出的代價 金髮這麼好看 我就是要 再花時間把它養回來 昨天是華登出上第三季的 相片日 然後我們今天跟馬克 吃完brunch之後 晚上 要再跟大家一起 一起把整個華登出上 從頭到尾看完 我們大概有規定 因為一次一起看完太久了 所以我們大家有規定 先看三季 然後晚上再把剩下的一口氣沖完 這就是今天的行程 今天紐約是一個 19度 20度還蠻疑人的氣溫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出門吧 你為什麼要跟我穿 對啊 你為什麼要跟我穿一樣 你不要每次出場 都拿這個鏡頭 你不是很習慣了嗎 你不是明星嗎 我每次跟你約我都遲到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很不公平 因為你家裡這邊超近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吃什麼 但我覺得我們旁邊的嬰兒快把我們吵死了 大家應該也聽不到我在講什麼吧 哈哈哈哈 給大家看一下今天紐約街頭有多少人 今天人真的超多 而且現在已經完全沒有人在戴口罩了 突然懷念起疫情的時代 我不習慣看到這麼多人 那邊有點懷念 對啊 以前這邊人超少 前面這個 推嬰兒車的媽媽 有很多事可以講 這個第一件事 小孩這麼大了為什麼要坐嬰兒車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紐約這邊很多那種你知道 必行的齒服 或是人行道 那個棒 然後剛剛那媽媽要推嬰兒車上去 嬰兒車就是沒有辦法很順的滑上去 結果媽媽媽就 拿著嬰兒車這樣 猛撞 那個小孩在上面就這樣 然後覺得天哪 應該快吐了吧 媽媽就好不容易把它推完 我們把你走在前面 結果媽媽就開始 用高速這樣超過我們 然後跟前面那個男的會合 結果我們才發現 哇原來爸爸從頭都沒在理那個媽媽 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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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完全沒有在理後面的母女在幹嘛 就自顧自的 走自己的 超酷的 我們剛剛拍了100張網美照的時候 現在要來喝我們今天第二杯咖啡 因為今天French那個地方咖啡超小杯 然後我們剛剛被店員說你們是兄弟嗎 有像嗎 我到底還有跟多少人長得像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今天是華登之夜 華登台灣之夜 所以我們有 啤零一雞棒 台灣啤酒 然後還有一批桌子開菜 好吃的Yum Blin Yum Blin Yum Blin是一家在Lone Island City的台灣料理 是一個台灣帥哥開的 然後有滷肉飯 有雞排飯 有炸豬排飯 很台喔 喔~~ 哎呦 我要怎麼樣 喔~~ 嗨各位現在是隔天的新一天早上 現在在弄早餐 就是我說的我頭髮起來 只要沒有證明就會變這樣 昨天看完滑燈出向 我知道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覺得其實我沒有什麼太大的意見 我覺得很棒 就是台灣出了一個這麼高品質的台居 是很值得嘉獎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一個東西就是從燈光的角度來看 就是啊那個Hikari的桌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看我能不能找到照片 就是Hikari的那個每一桌 旁邊都有一圈那個藍色的燈這樣繞著 照理來說那個應該是LED燈 然後可是在當時設定的年代 1988年應該不太可能 不可能會有這種設計 也不太可能會有這種技術 為什麼會覺得那個是LED呢 就是從那個光的質感 你就看得出來那個是LED 所以在每次場景到那一幕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有點出戲 但除此之外我覺得都很棒 這就是一個 我就身為燈光設計師的角度 來看這齣戲的小感想 一個小...一個小bug 嗨大家今天是禮拜五 現在剛下班 然後今天是我到新公司 第一個禮拜上班 所以我現在非常累 身為一個美髮系Youtuber 我覺得這個影片 我們開始把頭髮染回黑髮 那我們結束就不如就去剪頭髮 其實我已經想要剪很多天了 但是我就是前面蘿莉爸說那麼多天 但是因為這禮拜 就是工作比較忙 然後就很累 一天拖一天 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頭髮有多爆炸 因為像我之前講的 就是你如果漂過頭髮 然後再染回來的話 你頭髮那些彈性 就是都會不見 所以我現在頭髮就是 稻草 然後超級無敵霹靂質 每天早上都要花很多時間整理 我前面有講過了 然後前幾天就有問Yu Jin 她什麼有沒有空 結果她現在真的超級紅 然後一路到四月多才有空 就是一粉是我 也約不到好嗎 各位在紐約的朋友們 你們真的是 把她約滿滿 結果我害到自己 所以我想說 好吧那現在 既然下班 然後又是一個禮拜五的週末 那我就去 隨便找 隨便找人幫我修一下 然後再順便吃個晚餐 廢話不多說 出門吧 好 然後這是今天OOTD 很好笑 我以前是一個 絕對不會穿棉褲 跟白襪出門的人 可是你現在看我穿什麼 走吧 好 不見玩樂 不知道大家剛剛有沒有看到 她拿那個大包剪刀 就是一股腦的猛插進我的頭髮裡面 我從小到小最怕的就是那個東西 所以我真的很討厭我的頭髮被打包 那種就是會毛毛躁躁的 然後又很難整理 所以我覺得我接下來一兩個月大概就是完蛋 但是我以前比較就是 個性比較剛烈的時候就會跟那些設計師說 麻煩你不要再用大包剪刀剪我的頭了 但是我現在就是 會變回比較有禮貌跟比較俗辣的那個個性 所以我剛剛什麼話都沒有說 想說 算了 其實你換個角度想 就是我們現在活到這個年紀了 已經開始初老了 如果設計師還是覺得你的頭髮很厚 需要被打包的話 其實對男生來講是一個稱讚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好啦好啦 他還是覺得我頭髮很多 髮量太多 那我就心靈了 就不跟他計較了 台灣的話到現在我每次出現在鏡頭前 如果頭髮都還是 就是黑黑亮亮 很有光澤的話 就是我真的下了很多功夫好嗎 再奉勸大家一次 就是如果你沒有真的下定決心 或是你真的很喜歡smoke 特定髮色的話 不要輕易的漂頭髮 雖然真的很好看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很值得 可是真的就是 OMG 這個髮質 OMG 我覺得今天來我也沒有什麼期待 就是想說來修修頭髮 我覺得還可以啦 就這樣囉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 美髮系YouTuber的影片的話 就留言按讚 訂閱這個頻道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